9月2日 从澳媒和港媒方面 常来关于西米华 在澳门提审的最新消息 下午 西米嫂带着家人 还有其他的亲友现身法庭 老公某华由警方押送到法院庭内受审 从最新的消息来看 某华与其太阳集团的多位负责人 全数罪名成立 人员多达35位 并且以某华为首的主要犯罪罪名成立 其中就包括了非法开设赌场 与非法经营两项大罪 暂时还不太确定 其他关于涉黑 还有非法资金外流的事件 目前 审理细节与具体的方案 澳门警方与法院 仍旧还在配合处理中 9月2日 某华被警方押送到法院之外 戴着手铐的他全程低着头 头上戴着黑色的拳套 只能配合警方前行 以某华为首的审理 法官着重于整个非法经营事件的全部梳理 从整个全部过程来看 西米嫂和家人估计事先已经知道了 老公所有的罪名的可能性 如今35人全部认罪 某华的刑期估计在25年以上 如果是数罪一起处罚 至少30年 澳门主流媒体已经对法院的主要事项进行了梳理 据透露 从2013年开始 某华通过自己集团的博彩公司 先后非法获得6800亿元 并且 由于数额太大 很多都还没有记录统计之中 而某华至少从中抽取了不当利益 近200亿 而该集团的这一种非法操作 直接导致了澳门特区的损失 多达82.6亿港元 要知道 博彩税收是澳门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 受到某华集团与其他人非法操作的影响 直接带给了当地非常大的经济损失 9月2日 澳门某官媒给出明确的消息 博监局表示8月份博彩毛收入只有21.89亿澳元 较7月收的3.98亿多了4.5倍 而按照去年的细算则跌了50.7% 今年1月到8月 博彩总收入只有288.75亿元 比去年跌了近一半 其实不光是某华这一边 晋德集团的总裁陈荣炼 也一样涉嫌非法经营赌博 也已经被澳门警方带走 陈荣炼的老婆是明星艺人安以轩 目前她已经处于消失状态之中 估计陈荣炼的结局与某华一样 面临着20年以上的刑期 昔日有着澳门肝王称号的某华 如今已经住进了监狱之中 老婆洗米嫂在8月31日 还称要放下以前的荣誉与苦难 不再沉浸在昔日的苦难之中 她会带着家人重新开始生活 随着洗米花被捕 作为正宫的洗米嫂的言行举止 备受大家的关注 她是一个社交达人 曾经时常在社交平台 晒出旅游、聚会、健身等图片 借此来炫耀自己多姿多彩的生活 由于家庭的顶梁柱被抓 家族事业停滞不前 洗米嫂的生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人生的巅峰跌落谷底 接连两个多月 她没有在社交平台发布任何动态 便且还动用所有关系 想让丈夫回家 最终她认清了事实 身居简出的生活 待在家中为老公祈福 如今洗米嫂是家庭的顶梁柱 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 不得不振作起来 担其养家糊口的重任 以前洗米花在的时候 洗米嫂在很多节日里 都会晒奢华礼物 向大家展示自己富足的生活 洗米花被抓的第一个情人节 她也在社交平台发动态了 不过和一王不同 不需要花朵和朱古丽 只想一家人身体健康 连照片都没有晒出来 洗米花的人生发生突变 连带洗米嫂的生活方式 也发生了转变 近日 洗米嫂更新了社交平台 晒出了一杯自己店里经营的奶茶 并且还说 一切都是自己亲手制作的 变身奶茶王 卖力地宣传亲手制作的奶茶 努力发展事业 从图片上看 她制作奶茶的水平不错 这杯奶茶透出色香味俱全 从中可以看出 王日的富泰 化身奶茶宫宣传产品 希望自家产品可以打开销路 以洗米嫂的人气 她的动态刚发到网上 就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还有人询问店铺的地址等 想去体验一下 面对网友的热情 她很有耐心的回答 显得十分的接地气 以前 洗米嫂也在社交平台 晒出这家奶茶店铺 洗米华和大女儿 还现身这家店铺 为她加油 如今物是人非 店铺还在 曾经陪伴在身边的人 却不见了 洗米华在人生的高光时刻 身家高达百亿 不少年轻貌美的女人 对她趋之若鹜 希望能得到她的青睐 嫁入豪门成为阔泰 洗米嫂能坐稳正宫的宝座多年 证明这个女人也是不简单的 几年前 洗米嫂和红颜刘碧莉的 争宠大战闹得沸沸扬扬 最终迫于压力 洗米华选择和刘碧莉分手 回归家庭 为了安抚妻子 洗米华付给刘碧莉三亿分手费 让她带着子女远赴英国生活 没了刘碧莉在眼前添堵 洗米嫂以胜利者自居 和洗米华在公共场合高调秀恩爱 只是 没想到幸福来得太短暂 洗米嫂在苦苦支撑家庭的时候 刘碧莉带着子女 在英国过着富足的生活 近年 刘碧莉在英国发展事业 树立一副女强人的形象 她投资两亿多 开设了一个农场 并且名下还有多家公司 早就是身价不菲的富婆 洗米华被抓后 刘碧莉迅速隐藏了社交平台 并且开心地和朋友聚会 生活过得很滋润 并没有因为前男友的事情 而发生变化 由此可见 她对洗米华并没有什么真感情 只不过是因为利益 才放低姿态的 自从洗米华和陈容炼 相继入狱 洗米嫂和安一轩的生活 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豪门阔态 变成了家庭顶梁柱 曾经有着丈夫 打理家族事务 两位富太的日常生活 就是晒娃晒晾晾美食 不是在炫富的路上 就是正在炫富 洗米华被抓后 洗米嫂在动用所有关系 还没有让丈夫归来后 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 过了一段低调的居家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意识到肩上的责任 努力振作为家人遮风挡雨 和洗米嫂比起来 安一轩的状态差很多 据悉 在陈荣恋被抓后 她终日以泪洗面 为了孩子和利益 最近她还被爆出 正与丈夫办理离婚 不管真假 从侧面可以看出 安一轩的心理承受能力 还是没有洗米嫂强 洗米嫂开启新生活 晒出亮照和美食 为自家生意做宣传 近日 洗米嫂又恢复往日的高调 在社交平台晒出亮照和美食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 她画着精致的妆容 穿着一条碎花连衣裙 和古铜色的肤色很配 端着一杯美酒正在品尝 镜头下的洗米嫂 打扮得贵气十足 手腕上佩戴了名贵的表 手指上有一枚贵重的钻戒 脖子上的项链看上去很精致 应该价值不菲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 她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看上去状态不错 除了晒出美照 洗米嫂还晒出自家店里的美食 这些食物看上去很精致 应该价值不菲 她在咖啡店享用美食 还发文 进入四月份 自家某店可以堂食了 除咖啡外 我还会陆续开放部分甜点和少量青食 希望大家中意我打造的环境 欣赏绿植品尝咖啡 洗米嫂是一个有才有貌的女人 嫁给洗米华时 当时丈夫还没有发达 她陪伴丈夫一路走来 见证了丈夫从普通到辉煌 又从辉煌成为阶下球的全过程 和洗米华并肩在商场打拼多年 她早就积攒了一定的人脉 成了独当一面的女强人 洗米嫂是一个内外坚固的女人 在打拼事业的同时 也精心地照顾家庭 把妻子视若挤出 早就获得了夫家的认可 当年洗米华和红颜刘碧莉 爱得轰轰烈烈 刘碧莉接连为男友生了几个孩子 希望能母凭子贵 进而取代洗米嫂 成为男友家族的女主人 因为丈夫背叛婚姻 洗米嫂一度很伤心 和刘碧莉展开了争斗 最终迫于种种压力 洗米华选择回归家庭 并为此付给刘碧莉三亿分手费 在洗米华回归家庭后 和刘碧莉还是藕断四连 不过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更加宠爱洗米嫂 时常陪伴妻子 参加各种聚会 甘当绿业来衬托妻子 洗米嫂更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自居 时常秀恩爱 那和幸福来得太短暂 没几年 洗米华就犯事被抓了 在大量的政局面前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